第五指令 歡迎來到 Superior PDR R 凹痕修復的頻道 今天這台 Skoda Kodiak 我們要來修復它的凹痕 它的凹痕 橫跨三個板鍵 第一個位置 就在這裡 第二個 還是這裡 他一條折線的凹痕 直接穿過這兩片的板金 我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一直講卓越團隊 卓越團隊 到底有什麼優點 我們可以用我們團隊的優勢 大家分工合作 很快的 就把這個 整個大面積的凹痕 三塊板金的凹痕都把它做回來 好 今天我們就呼喚我們的 第一個使者 凹痕修復 小精靈 千鴻 來來來千鴻 這個就交給你了 好吧 可以嗎 可以 多久 兩個小時 再多一點 討價還價 三個小時 好 可以 好 這個就交給你了 開始 應該是要 拆這個對不對 然後從這邊 下去修 這邊就有一個 淺淺的一條 OK 好 大家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我跟你們說 最難的就是在這個車門 你看看 當時撞到的時候那個刮痕 真的超嚴重 現在拋掉了 更頭痛了 這個凹痕的中心點 這個底面 一看 就是提法了 最難的最難的部分 就是在 這個邊緣 三層板件的部分 直接 外層板件壓進去 直接把裡面搞出了 這邊 整個都凸起來 難搞了 好 這時候我們要 請出我們卓越的 第二個 奧恆修復斯的 板金國手 黃柏淵 阿彎啦 來來來來 我跟你說 這真的超難搞的 就我們試試看 對 今天就試試看 等一下 K power 看可不可以撐很大力 我覺得撐大力一點點 然後用很強的膠跟很強的拉頭 直接把邊緣 把它拉 拉分開 線就把它雕出來 該收縮的時候說 重點就是在這裡 是哪個邊緣 對啦 阿你要花多久 要 一天兩天了 什麼一天 剛剛的小放槌 不是 小精靈說三個小時 你至少要Double吧 六個小時 這橫距傷的也不一樣 這這麼深 好啦我們跟車主說 兩天啦 那我們就用兩天的時間 看可不可以 可以修到什麼程度 盡量修到完美 OK 好吧 那就動工吧 喔喔 再來再來 撐開了撐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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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了 整個起來 漂亮 看一下 整個塗起來 好 稍微 這邊整個被拉起來拉塗了 然後現在這裡 線也被拉起來 但是遇到的一個問題是 這個 有一點點深 因為裡面的這個板經的腳 拉住它 然後我們又把外面的板經拉起來 所以變成兩邊的拉扯 造成這邊有一個深奧 不過沒關係 我們先把豬敲下去的時候 這個深奧會回出一點點 然後我們再把裡面 門裡面的 這個結構腳 看可不可以去掉 然後 把這個深奧頂起來 這個中心點 它 它 還是沒有起來 你看上下都還是 線密集的很突 對 那 零線中間也是一樣 中心點也還是沒有起來 但是 整個 凹痕的形狀都被我們拉出來 現在就只要把凸敲下去 然後把中間 頂起來 來 疲乏的聲音 不行耶 這是頂不到 這是厲害的 那一開始用腳蠟的方式 沒有換過 再來吧 昨天搞到11點來回家 我們昨天太歡樂 昨天所有昨天的員工我們都提早下班 然後在這邊舉辦一年一度的 員工聚餐 所以 玩到真的 有點玩到 太晚了 因為昨天我指派博淵跟全紅來修 那兩個商嘛 但 提早下班所以也沒有 修到很完整 今天我就來接手博淵 它那個最邊緣的商 那剛好昨天來了 一批這個Standlighter的工具 我覺得 它那個邊緣啊 像這邊有幾支工具 我覺得很適合 像這個 這支工具它有一個弧度 那這個弧度 加上這個前面很薄的 我覺得很好 去進入這個夾層 進去了之後 我還可以 推它 用這個最前面去推它 這支 等一下試看看 窗戶降下來 這支 你看它這個前面 超級薄 好 像這種這麼薄的根本就是再適合不過進去那個夾層 應該是 可以很輕鬆把裡面 頂起來 等一下這支也拿過去 那這一支的話 也可以 因為你看 它這個 Fishtail 這個前面都超級薄的 對啊 只不過這支有點長 車子伸起來從下面往裡面 插看看 插進去看看 然後再來是這個小支 你看它前面 也是很薄的 應該也很適合進去那個夾層 不過它這個是有一個勾上來的角度 所以 這一支可能角度會不太好 那這一支 這一支可能角度就很好了 差不多就這樣了 差不多就這樣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 像這個J-Hook J-Hook是 幫人家買的 但我們自己店裡面就有了 這支J-Hook 我覺得應該也可以從車門進去裡面試看看 好 那我們就用這幾支 去試看看吧 好我現在用的是這個 也是Standight的Fishtail 它這個前面 很薄 那我可以 這樣子 進去 裡面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最裡面那個地方把它頂起來 這一支 對 那現在 車門 這個邊邊 我已經稍微把它頂起來了 原本這邊 大喔 但是我現在已經 用這一支工具 慢慢的把它頂起來 但 這 頂得太死了啦 然後再加上這邊又有結構膠 所以 結構膠稍微挖掉一點點 然後進去裡面 慢慢的把它頂出來 還不夠 有點疲乏了 等下再繼續頂 這支工具好用啊 重點是它這個薄度 超喜歡 我真的超愛它的這個薄度 真的很薄 這個 前面 都快被我頂起來了 我覺得這支工具 晚上可以抱著它睡覺耶 你看現在前面 這邊米粒都慢慢的被我撿起來 米粒慢慢的 越來越小 你看這種敲擊 渾厚的聲音 你就知道 這個地方有多硬了 有多厚了 動動動動 不是 搭搭搭搭搭 我現在用這個 KILLER FREETALE 殺手 筋尾 殺手筋尾 就先這樣翻吧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 在這個深凹的地方 等一下在那邊 滾滾滾滾滾滾 把它滾出來 我現在滾給大家看 在這個位置 先把這個地方 磨出來了 變淺了 對吧 但這邊剛剛因為這個頭太大 進不去 我現在換另外一個 像這個U45比較好用 這個U45這樣插進去 然後用這邊 剛剛 裡面太空了 私利點 支點不好 我們現在把窗戶降下來 直接從車門 車窗的槓桿來修它 來我們現在 試看看這個大J 大的J HOOK 但它那邊有一個樑 試看看有沒有辦法繞過去 可以修到最裡面了 很好耶 終於試到一個好用的工具 現在撿這個米粒 跟這個米粒 這邊都起來了 敲一敲 這個弧度做得很好 然後這個上面 這個斜角又可以散鋼梁 完美 皮髮的聲音喔 沒有到最後關頭 我們都不能判定它皮髮 因為這個線還沒起來 這個線起來了 這個凹或者是這邊的凸敲下去 都可以改變這邊的 板金結構 所以 我們還沒有到 最後關頭 我們還沒有到 這個線上 絕不拿出PDR POWERBOX 我們把後面都有一些 小小的維修空洞 但是有些都空的 可以稍微鎖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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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現在是遇到什麼問題 太深了 太深了然後現在 我們板金推回來的時候啊 現在發生了脹料的問題 我敲這裡,這裡凸起來 我敲這邊,這邊凸起來 然後我們現在收縮機都準備好了 所以料太多了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真的太深了嘛 料太多了,要容納下 在這個面積裡面 所以現在要收縮了 收縮機已經準備出來了 早上有稍微把它 交割開嘛,然後拉起來 一點點,所以它最深點已經起來了 不過有一點點錢要跑到左邊去 然後那個雙口呂師傅現在這個米粒 這個剪到跟這個漆紋 跟這個橘皮都很接近 很漂亮 這個 我們板橋店阿傑 從下個月開始 就直接到我們中和店來接店長 那16要去哪裡 我們16店長就去士林店了 要闖蕩 要闖蕩 為各位車主 服務了 OK,那我們收縮吧 收縮收縮 收縮了一段時間之後 現在這個板金都硬起來了 那接著呢 那接著呢 就是要雕縮這個零線 然後把這邊 頂起來做細 最後這個邊邊 我們再稍微做一下 應該這個商 我們就可以很順利的交車了 對了,上面還有一點點的小凹 這個也都是要把它做起來的 這個商就會很漂亮的完成 最後的敲擊很重要 我最後敲 把它敲到順 這個商本身那個 局部的板金漲料的很嚴重 大家都應該還記得這個修復前 我們這裡有一個很深 直接這樣子刮過去 然後直接頂到最前面這個 兩層板、三層板的位置 直接給它壓進去 所以那個地方是最難處理的 那我們也在那個地方 費了很多的工夫 但 最後的漆紋有一點點過不到 就是橘皮 有一點點沒辦法做到 跟原來的一樣 不過至少這個板金是 非常非常平的 那我真的很注重這個最後的修飾 所以我會在最後的修飾 我都會特別花很多的時間 差不多了 看這個 線都已經很順了 然後 拉遠 頂對一下 好 OK 最後我們來看 這個右後車門 修復成果 以上就是我們這台Skoda Kodiak 它的修復成果 你滿不滿意呢 說實在的 我沒有很滿意 因為 這個板金邊緣 一直都是我們 凹橫修復 沒辦法克服的一個瓶頸 它有兩層板、三層板 我們要把表面修出來 兩層板、三層板 必須要把它分開來 我們才有辦法真正的 把它修到九層五、九層九 但是 我認為 我們再多修個幾次 我們再有更多的經驗 再更多的腦力激盪 這樣 有可能總有一天 就可以把它修到九層五以上 甚至是九層九 好 以上就是Superior PDRR 凹圓修復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